今天是11月25號星期三 蘋果的平板電腦價格終於是曝光囉 還有你是緊張大師嗎 現在美國杜克大學發明了一個 可以控制緊張的小工具 還有數位便條紙長的是什麼模樣呢 統統都在今天的新聞裡喔 大家好 我是威兒 歡迎收看今天的SUPA 根據電子時報DIGITIMES的報導 由於蘋果公司想要賺更多的錢 所以他們將會推出更高階的產品喔 把原本計劃將在明年3月推出的平板電腦 將會延後到2010年才會跟大家亮相 而且是下半年度喔 那接下來他們會提出兩款 一款是比較高階的採用9.7吋的OLED螢幕 那定價大概是2000美元左右 另外一款就比較親民啦 大概是10.6吋的螢幕 那售價大概是落在800到1000美元之間 至於代工部分呢 將會由廣達、富士康、核碩、聯合來分頭進行 那OLED面板呢 則是由韓國廠商LG來提供 那另一方面WIRE的雜誌發行商呢 也間接的證實喔 其實他們現在正在幫蘋果的平板電腦 打造專屬的內容喔 包括是Vogue跟GQ等等 不過呢現在都還是謠傳階段而已啦 現在講求環保連便條紙都可以節省起來喔 有個數位便利貼它讓你可以在上面呢 錄製30秒的影音MEMO 貼在冰箱上面留言給你的家人 是不是很方便又可愛呢 一個要價29塊歐元 維爾覺得經濟又實惠呢 維爾在網路上發現一個新奇的鬧鐘 就是把你的床變成一個超大鬧鐘 這張床上面呢有一個內建喇叭 還有觸控按鈕跟時間的顯示 不過呢感覺它的質感是硬邦邦的 塑膠一點都不軟綿綿 這樣的床會有人想睡嗎 廚房用的小用具要怎麼樣跟iPad連結在一起呢 感覺很難想像喔 有一家公司Rehana呢 它就推出了廚房用的電子磅秤 在上面呢 加裝了一個可以放iPad的位子 那在這個電子秤上面 有一個液晶的顯示螢幕喔 玻璃上面呢可以放你要秤的食物 像是一些水果啊或是麵粉等等 那下面呢則是加裝了一個喇叭 讓你可以邊聽音樂邊開心的做料理 一台藥價70塊歐元喔 你是緊張大師嗎 還是面對考試跟上班壓力真的很大呢 我是在這邊發現一個科技小物 可以幫助你relax喔 它叫做個人放鬆教練 那這個小東西呢 其實是由杜科大學醫療中心所研發出來的 它可以幫你減輕壓力 那透過拇指偵測到你的呼吸心跳 再透過上面的LED燈顯示喔 讓你的呼吸可以跟裝置來同步 用這個方法來減輕你的緊張感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新聞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 可以加入威兒的facebook 寫信或是留言給我喔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修帕 我是威兒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一天 我們明天再見 我是今天挑選的金安德森洋裝 是一件連身的洋裝喔 看起來很優雅可愛 不曉得大家喜不喜歡呢 3 2 現在講求反寶什麼 LED面板呢 則是有L1 L1G什麼 LG啦 煩死了 的位置喔 那這個 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 電子襯上面 來減輕你的緊張感覺喔 來減輕你的壓緊張感 拜拜